伴隨著處女座的新月 上星或太陽巨蟹座 來到農曆百月的自身整體運勢 究竟會如何 首先我希望會有一些閒雜人等 可以無無聊聊神推鬼公 共進入這個不關自己的星座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十一星座都要留意 這個農曆百月 要小心身邊巨蟹座 尤其是七月 越來越出生的人 就越要提防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會四周去害人 尤其是職場上的人 或者總之你跟他們 有一些近距離的人 例如我當你住在他周圍 或者 但是最簡單 你住在他旁邊附近 作為鄰居為何要無端地害你 有 沒有什麼原因 如果沒有什麼去威脅到他的話 他又不會搞你的 而且如果你無端端 你搞到他 然後令到巨蟹反擊的話 你可能自己也有少少 抵死了 正所謂可憐人 必有可恨之處 但是如果你去到職場 就算你不是特意去尿巨蟹 但是巨蟹 通常會有一個防備 會容易起降 因為始終職場如戰場 大家都是去欠三份工補飯碗 所以這些時候 可能你會引起巨蟹的妒忌 或者 特別是 如果你是新同事 儘管看看 你會不會知道 你進入的公司 有一些巨蟹座的人 如果是說太陽星座 尤其是7月 即是中美出生的 就越恐怖 所以我先念首詩 旗盤女 車無 其實應該讀車還是居 旗盤女 居無倫 馬無疆 叫聲將關 提防提防 好了 講完這個 即是給十一星座的資訊 現在就真的講回巨蟹聽 但是巨蟹 既然你們剛剛聽到我說話 都很明白 原來你們這個農曆八月 會到處害人 哈哈 是啊 總之任何在你 在阻礙的人 你們都會 非常之容易去起幹 尤其是一些 新入 即是新黎的人 你會覺得 非常之有入侵性 甚至 其實 這些人 你以前本身 是 可能有少少認識 可能真的是一些 舊朋友 或者是舊共識過的人 總之以前是跟你有些淵源的人 OK 也特別 如果你們本身已經不是這樣咬完 OK 已經你不妥他 他不妥你 你會更加容易去起幹 又或者 他 是的 你們之間 可能會容易牽涉到一些秘密的東西 OK 所以如果我當 即是 現在有一個人 但他是知道你的過去 知道你的黑歷事 那你會更加想 快點去剔除他 我帶一個比喻 一個這麼搞笑的比喻 你現在和你的伴侶 雙宿雙妻 住在一個地方 但剛好搬來了一個新鄰居 原來這個鄰居 是你的中學同學 原來你在中學那時候 你的情勢是很豐富的 那你就很擔心 這個中學同學 即是認識了你們 就會透露了 一些你以前的風流快活的 韻市 給你的伴侶聽 那你就很想去搞走這個鄰居 即是我當你經常去管理處投訴他 或者你放 即是你放 即是你放那些什麼 痕粉在他那個 鞋子那裡 或者不知道 淋去紅油 即是你會做一些這麼瘋的事情 OK 尤其是如果大家是牽涉了一些 秘密 在一些心裡面 不咬完的事情 OK 那 又或者 我當如果是 同事 在公司的話 忽然之間 來了一個新員工 因為新員工會更加好去打鼻魚 但是其實 給舊員工 你都會視他們 非常之為眼中釘 OK 就想把他們在那裡連根拔棄 所以 如果有讀中國歷史 都知道朱元璋的故事 即是明太祖 明太祖 總之是朱元璋 即是在那裡搞文字獄 那些人 他上位之後 周圍在那裡殺公神 是嗎 特別特別 因為朱元璋有這些非常陰暗的扭曲心理 因為他以前是什麼出生的 他是什麼 逃狗 是不是殺狗 他是一個這麼悲賤的 我不是說你們是悲賤 但是總之他是一個很卑微出生的人 他不想人家知道他過往的事情 所以 跟他一起共事 一起闖江山的人 大家現在升到這麼高的層級 他就開始自卑心作祟 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被這種黑暗的情緒 去吞噬你們巨蟹的本人 OK 正所謂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是 害人之心也不可無 因為 在這個龍道八月 都真的比較容易捲到 一些周圍的人事是非上面 所以 你不要去搞人 但是你也不要令自己變得很 很負擔 自己的秘密 千萬不要告訴 任何身邊的人 可以包括 同事 鄰居 甚至你所有 任何親朋戚友 任何親朋戚友 都千萬記住 不要告訴他們 忽然之間 我想提醒你們一件事 其實 我當如果 真的有一個新同事 來了公司 你會很快視他為眼中 視他為一個威脅 但是其實有時候 做人不妨轉一下念頭 首先自己的心境會開闊一點 還有第二 你可以把壓力變成一種動力 OK 因為有時這個世界有鬥爭 才有進步 不然就會變成壟斷 我們作為消費者都很明白 這個東西 你一個地方有兩個超市 一定比一個超市 比它獨霸 還有我以前聽過一個比喻 有些地方 即是街市 他賣黃鮮 即是鮮魚的鮮 就說 在運送途中 黃鮮很快會死 之後 他們就 不知道誰發現了一個辦法 就說 你在那盒鮮裡 放了一隻蟹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蟹 是黃鮮的天敵 蟹會吃鮮 當他在那個桶裡 那些鮮很害怕 不斷扭來扭去 避了一隻蟹 他們運到目的地 那時候 都還是生生晚晚 其實真的 當我們身邊 有些東西要推動我們 要有一個危機感 你懂得把它運用 你就不會自暴自棄 你就會把它變成一個 化悲憤為力量 化危機為轉機 這是一個契機 這是一個契機 給你化危機為轉機 OK 我希望你們可以好好去共勉 不知了 另外 其實這個 農曆百月 整個人的焦點 都是在工作 那裡 除了會有這些 人事上的紛擾 我想說你們的 職業道德 那個ethics 都非常之低 可能會做一些事情 就是會忘記了 本身自己做這份工作的 那個宗旨 那個使命感 但是因為是想 純粹去追名俗利 OK 想去賺錢 想去攀上高位 OK 那就 是缺乏了一種 就是對那個工作的承諾 OK 要不就 要不就 經常搞一些旁門左道的事情 我一開始就說一些 人事的東西 但是就算不是關於人事 但是為了你要去達到 自己的目的 想得到一些報酬 就不努力 只是 經常想在這裏 轉窗路 對 而且是非常之懶 又不肯去增殖自己 OK 所以看到 嗯 其實 接下來這份工作 是會帶成很多的壓力給你們 OK 也會驅使你們容易走上歪路 走上邪路 那 我希望你可以找回 你對這份工作的passion OK 可以找回 對人 周圍的人 的友善 OK 我希望你可以視所有的障礙 為一個邁向成功的一個踏腳石 你不要覺得它是半腳石 原來它是踏腳石 對 因為其實 只要你做這份工作 你不喜歡的話 你只想很快成功 你要很快 就是 貪就手很快要得到那個成果的話 OK 你只是會 泥足深陷 你只是會 越來越覺得很受苦 OK 那 就算有成功的話 它都不會給你是 長遠的 OK 那我希望你可以找回 真的叫做 找回初心 找回你當初 對這份 你做的這份工的 那個 commitment 給一點點耐性 學會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最後 提一提你們 我剛剛不是說過 你不想增值自己的 是不是 其實呢 真的 麻煩你去增值自己 有些東西呢 你學了 會對 真的 你學了 真的正正經經去學 其實 它可能花時間會長一點 但是其實對你那個 就是 career growth 還有 你 賺錢的那些東西 都會 有些很大潔 OK 學些什麼東西呢 第一 學些跟法律有關的知識 第二 學些跟 trade有關的知識 OK 學一些什麼商業課程 學些什麼 或者是貿易法律 即是可以吃光兩邊的能量 OK 或者第三 任何和人與人之間 溝通的技巧 OK 我不知道有沒有一些 溝通課程會可以上 或者一些 打開話題的書籍 你去讀一下 其實 會令你有多少自信 就不會令你 經常打算搞一些 風風雨雨 這些奇怪怪的東西 走來 到處去害人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也是根性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真的有尖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